火房是客家的一種生活在一起的地方 那現在因為傳統的火房的人越少子的話 加上外出外流的關係 所以就越來越少 那以前的火房的精神有一個就是互助的精神 那它可以就是在中間這個火房是有點像閩南的三合院 那中間的話大家都會坐在一起 不管是喜事喪事或者是就是有遇到事情的時候 他們就坐在中間一起談這樣子 儘管平時他們可能會互告對方 就左邊的左邊背後人家會告右邊背後人家 你怎麼可以弄吵 或者是你怎麼可以就是怎麼怎麼樣站到我的地方 但是他們遇到什麼事情的時候 他們就是一定會坐在中間然後互相幫忙這樣子 那我們希望這個地方也可以形成這樣子的 這樣子的就是可以傳承這樣子的精神這樣子 那主要是有三個共融就是主要有三個共融 第一個是包容 我是閩南人他是客家人 但我們就是互相包容在這個地方成果 那第二個是融合就是大家都相處得很融洽 那第三個就是為我們在這個地方 這塊土地可以一起生活感到榮耀 那這個棚子的話就是平常 大家可以都是坐下來這邊聊天啊 就是就是24小時開放 如果有需要就是老人家這邊附近 老人家可能期累了 或是需要休息的時候就可以在這邊 這邊附近都是農田嘛 所以有時候他們坐累的時候需要休息就可以過 那後面的話就有一個洗手間 因為這邊方圓都是田 所以他們就會過來這邊做一個休息上廁所 這樣子 那裡面的話就是這邊大部分就是 可以讓大家租借一些場地 或者是讓小朋友過來這邊閱讀 那平常的話 之前是有暑期營 那就會有小朋友 然後請北英女的學生 或者是中正大學的學生過來 支援就是教這邊的小朋友 然後讓在暑假這個期間 他們可以追上學校的課程 我們不希望他 他需要多麼的厲害 但他希望他可以 橫接上學校的課程 這樣他在學校的時候就不會一直放空 他就可以去上課 那他們就會訓練他們的 他們就要去抱嘛 他們的手要有力氣 然後他們會去跟小朋友去做互動 這樣子 那我就會直接推到老人的家裡面 這樣子去判他們 我要一直出現在這個環境 然後穿搭一個訊息 我對他們沒有害 就是我不是來騙他們錢啊 騙他們買一些什麼東西啊 或者是有什麼企圖 這樣子 然後就只是帶個小朋友 到處亂晃這樣子 在他們的眼中是 就是建立關係 然後看他們是 這個老人家是需要什麼 那我就會去給這樣子 那小朋友我們也會帶到 因為我們是教會 所以也會到教會去 然後有一個查經班 那就是 他就躺在桌子上 然後給大家看這樣子 然後大家就去逗他啊 什麼的 對 這一個老人家他躺尿病 雙腿已經截肢 但他每一天喔 他還是坐在代骨舌上面 到處晃 就是 早上他兒子就會幫他 全部都洗漱好 然後就把他搬到 代骨舌上面 那他就晃一整天 那他如果有上廁所需要 他底下有一個尿痕 他就會躲到一個 人家看不到的地方 然後就面前面 然後再繼續他的 他 他的 就是 到處 開來開去這樣子 對 如果他要吃飯 就開到麵店 這樣子 那他如果要找人家聊天 他就會死索晃 對 那他也有重聽 他聽不太到 但他還是每天 每天講生活 然後他也會 呃 時間到了他就會去 呃 我們後面的有一家 要買幾天 然後又賣碗櫃 他就會去買碗櫃 吃 就是到下午的時間點 他就會去 買碗櫃 他做喜事固定 對 做喜事固定 你就看到這村莊 大家不會極限在一個地方 他們如果可以走動的話 他們 就是 會到處 不會因為腳沒了就 躲在家裡 不會因為他行動不方便 就躲在家裡 他們還是會 他們如果在哪一個地方發生什麼事情的話 大家都會去有辦法 所以對整個來說 有點像 長照 就是長照村 但這個長照村是更 自然形成 對 既然自然形成 然後更大範圍的 他可以去買東西啊 可以去吃什麼啊 然後 大家都認識 這樣子 那大家也會 遇到什麼狀況 大家都會幫忙 這其實很困難 說真的是 很困難 又很長的一件事情 像我的話 我是很幸運 我是有 老師跟師長 就是他們自己 花他們自己的退休金 自己的薪水 來 來養我這個人 就來做這件事情 就是 讓我去做這個 追 追這個夢 就是我喜歡老人家這件事情 然後想要去照顧他 想要給他們快樂 這樣子 那 怎麼建立關係的話 主要是 像 我是醫的老師 因為老師是美容人 那他本身有 在這邊有經營的小學堂 那大家都對他有認識 那我會說我是 誰誰誰的 就是學生 這樣子 那他們就會 他們警戒心就會放掉一半 然後接下來就是靠我 每一天去 到處去亂晃 然後到處去跟他們講話 然後他發現 然後我好像就是沒有什麼 就是 不會對他們不利 或者是不好的時候 他們就會 就是 會自己跟我打招呼 到現在 就是已經過了一年兩年 過了兩年了 他們就是 我走在路上 就是推的小朋友走在路上 他會自己主動跟我打招呼 那我會覺得 就是 好像 這件事情就是 是 可以做的 而且是很 就是 對他們來說 他們就會多了一個人 去互動 然後多了一個小朋友去 去 去聊 因為他們通常會問我是誰 然後就把 我是誰這件事情 他就會傳給另外一個人 然後另外一個人 再傳給另外一個人 這樣他們就會知道 就是 這個村莊有我 然後推了一個小朋友 這樣子 然後會到老人家裡面 就是去玩 這樣子 一年吧 過 就是 我基本上就是 每個禮拜 每天都去 亂晃這樣子 對 然後 有時候 有看到 家前面做的老人家 我通常會去 打個招呼 這樣子 那一開始很尷尬 就 也不知道說什麼 啊 嗨 來出來 然後他就 就走掉了 但是下一次路過的時候 他就會 就微笑跟你 就是打個招呼 這樣子 所以就是 也 就說時間嗎 其實是 很 漫長 因為他要 他去審核你這個人 有沒有 有沒有 對他有沒有不利 這樣子 那你也 對我來說也很漫長 是因為我要去觀察 他們到底需要什麼 我要抓他們到底 真正需要的東西是什麼 不是說 就是給他 給他煮飯啊 給他什麼東西 那其實有時候他是不需要 這個老人家不需要 或者是 這個地區的 像這個地區就很特殊 他是不需要這些東西 嗯 就是 前一年 當我實習的那一年 我在學校實習 就是過來這邊實習 第一年 我想過就是 句點啊 煮飯啊 然後 帶活動啊 我都試過 但都不成功 就是在這個地方 不成功 如果你 煮飯給他吃 他第二天他就會消失了 就他不要 他不要 他覺得很不好意思 對 然後他第二天他就不來 這樣子 然後 對 他第二天就不來 所以送 就是我們煮飯這件事情 我們就取消了 我們就也不會特別準備什麼東西 他們連茶水他們都會自己帶 這樣子 然後他有時候也會帶自己吃的東西 反正他不會接受你給他的東西 平白無故 對 他覺得平白無故 你為什麼要給我這個東西 你是有什麼氣筒什麼的 然後他們也會 到後面他就會發現你沒有氣筒 他會不好意思 他覺得 嗯 就是 就是這樣 又吃又喝的 他覺得不好意思 他們就會自己帶 要不然他們就乾脆不來 這樣子 對 然後第二個是帶活動 帶活動發現是 這邊老人家的 活動的範圍 跟活動的 運動量其實是 很足夠的 所以 他們不需要一個人 特別帶他們去做 體操啊 去做運動啊 都不需要 雖然 雖然我都有這些的 證照 是 對 我就是 因為我想要做這一塊 所以我有特別去 去上這些的課 體事能 對對對 體事能啊 彈力秋啊 去上這些課 但是怎麼評估呢 其實只要還是可以走的話 他們其實完全沒有問題 就他們會 只要他們還走得動的話 他們會 他們不會讓自己閒著 就是他們會去夏天啊 會去隔壁鄰居啊 或者是騎腳踏車 他們可以騎到美濃市區 然後再騎回來 然後到各個地方的廟 就他們可以 就是 其實人沒有想像中的弱 尤其是農村的婦女 也沒有想像中的 那麼的弱 他們其實是 他們只要可以動 他們就會想盡一切辦法 讓自己的身體 因為他們不想造成 每一個人都不想造成 別人的負擔 所以他們就會 竭盡他們所能 去就是 維持 就可以做了 他們就繼續做這樣子 所以這個地方的 這個觀念就是 非常的 好 所以我也不會特別去 去評估這個老人家 就是他到底 需不需要 這邊腳步 需要再多訓練一點 那邊再需要 其實也不容易 對 所以就是 我也不會特別 去做這件事情 但 我會 就是 我會穿茶 就是如果我看到 我 帶這個小朋友 那譬如說 這小朋友現在 他就走來走去 那 老人家就會跟著他 走來走去 所以就 就 依照這個 我會適時的 穿他一些 他可能需要的東西 那 像有一個是 有一個是 對面的一個 私自的老人家 那 他就會走過來 然後 跟小朋友玩 那 呃 其實就是很 當下 我不會刻意說 他必須要做這個事情 我就讓他 用他的 帽子 天氣熱 他就戴斗笠 那我就把 把球丟到那個 帽子裡面 然後 讓小朋友去拿 然後 我在丟 那 那個 那個 婆婆要接那個 球 她要用斗笠去接那個 球 所以這時候她就要去 看那個球 然後去 去撿 自然就會互動 所以 這邊的 的 婆婆 如果妳刻意去 帶她做什麼事情的話 還是 她的抗拒力其實是很大的 但其實 後面觀察起來 他們的活動 平常的生活活動 其實是足夠的 所以我就不會特別去 去做這件事情 沒有來喔 我會 可以講 你沒有 過了一年之後 我們有建立 跟 某一些的婆婆 建立關係之後 我們會開始 做 做 做家常的工作 就到他們家去看看 這樣子 那也會跟 禮長 就是 問禮長 就是這邊沒有 塗墟的老人家 需要這個 這個 光環 我不會去幫他們 做一些什麼事情 我只會去看他們 就是 有沒有什麼需要 然後帶小朋友去 他們家 玩 這樣子 所以但 其實 今年就是要做啦 但是因為疫情關係 就一直往後 往後沿 這樣子 那這個老人家 儘管她腿 這邊就很明顯 她的腿是沒有的 那她就讓她 坐在她的腳上面 然後有時候我要 把她抱下來 因為她 這個小朋友真的很重 然後我要把她抱下來 那個爺爺 她說不用不用不用 就她其實 就是 很喜歡 就是 小朋友這樣很好 那我說的就是 這個婆婆就是 她會夏天 她就會背著這個小女孩 夏天 對 就是這個小女孩 就是從 從出生 一個月之後 就有這個婆婆 顧到快一歲 那小哥呆呢 就是阿祖 她是阿胎喔 她跟這個小女孩的關係 是阿胎 就是阿祖等級的 對 這是真孫的 這是真孫女 那 就是 就其實是 就是 雖然 雖然 累 但是她其實很開心 就是 這件事情 實在讓她很開心 就是接觸 帶小朋友這件事情 就是她還可以做的時候 還覺得 對 然後尤其跟小朋友互動 可能就天生的 老人家跟小朋友 就是有 一種 受不出的 嗯 關係 就他們看到了 他們就很開心 就光不用不用 不用有什麼互動 他們光看到 他們就自己點上蛋的小朋友 這樣子 她就會腳踏黑黑黑 然後就跟她玩 這樣招手 她就一直講話 妳要玩多貓貓 這樣 這樣 這也是一個四角拐 但 可能 因為 因為我帶她 通常我的注意力要帶她 所以我不容易 拍攝一些什麼 所以畫面就比較少一點 那這個的話 是 這邊我們會借用 這個 她這個爸爸會借用這邊的場地 處理一些農事 那她就會把她的小朋友 帶過來 然後就跟我們的小朋友一起玩 這樣子 然後 爸爸 就只要在旁邊看就好 他們就會自己玩 對 這小朋友 很奇妙 很奇妙 他雖然年齡層不同 但他們只要看得到 跟他們一樣的存在 同類 同類的時候 他們注意力就不會放在大人的身上 是 他們就會 就會去玩 這樣子 這個就是獅子的婆婆 那是 那現在她的腿腳越來越不好 因為她 她已經到大小便會實景的狀況 她的 腿力也越來越不好 所以 現在呢 我會到他們家去 去看她 那那時候 通常我跟她對話的內容 我就會傳達就是 現在是 早上還是下午 早上還是晚上 現在到底是幾點了 然後現在是星期幾 今天有沒有垃圾車 我就問她一些生活上的所事 你是在幫助她那個認知 對 限時導向 就是限時到底現在是 什麼樣的狀況 那也可以讓她 有 就是小朋友的存在 可以讓她有 有 就她 因為我之前 我去她家的時候 她都躺在床上 去的話 跟小朋友去的話 她就會坐起來 然後她就開始會互動 那她就這樣子就會變成說 白天的時候她就活動不了 她晚上的時候 對她們的家人來說的話 她比較不會日夜顛倒 然後 比較不會去 歡 因為她如果有太多的體力的話 她會儲存到某一個點 然後就開始爆發 這樣子 通常獅子是這個狀況 對不對 那 這個地方的話 我就會 盡量去 去幫助她 這個方面 但 這就是很 很 當下的 那 譬如說我會準備小饅頭 我就會放在板媒的手裡 然後 小朋友就會走過去 然後要先拿 那我一字只給一顆 這樣子 所以那個板媒就是 會有跟小朋友互動 這樣子 那我就會建立 他們兩個人的關係 對 所以就是 很漫長的一個時間 我實習的時候 我有特別去 去師志的一個專區去實習 對 所以對師志這一塊的話 我就會比較 就知道怎麼去跟她互動 就實踐 實踐 實踐就是 開始的地步 就是 去真正去做 其實也是 我們 就是 我們這個團體 就是老師的 主要的想法是說 只要我們肯做 我們先去做 然後做了 遇到什麼事情 我們就調整 但是 就是一定要去做這件事情 因為你不做 你永遠不知道 你永遠只是 憑想像 那完全是沒有 沒有辦法 因為事情的變化很多 你不能以一個想像 然後去 變 就是去應對那麼多事情 就你自己也沒辦法 所以就是 一點慢慢的學 所以就是 也不是一天兩天就 長成這樣 是 可能今年累月 有時候根本就 我有時候也很 就是 也很絕望 就我也看不到 任何的希望 到底在哪裡 就是我每天 就這樣晃啊晃 然後帶著這個小朋友 那因為我本身 是因為老人家 才去帶這個小朋友 所以 有時候帶他的時候 有時候就覺得 很累 然後我也覺得 喔 我到底現在知道 我到底自己在幹嘛 這樣子 然後這份工作 其實也不被 我的家人 我的朋友們認同 對 就是認同的人 很少 很少數 可能十個人 就只有這麼一個 認同我做這件事情 那他們通常看我的想法 大部分的九個人 看我的想法就是 喔 你太年輕了 你就是 你 你那麼年輕 好 我讓你去玩 這樣子 但是你做這份工作 是永遠就是不長久 對 對 這其實是 你知道 是一個很漫長的過程 那 當我 當我陷入這個狀況的時候 我的團隊就會來跟我說 就是不是這個樣子 對 對 就其實 其實 很感謝就是我的 就是 團隊這樣子 然後也 很 就是 就知道 就這個時間是很長的 對 有時候也會迷惑自己的定位 到底是什麼 對 定位到底是什麼 到底要做什麼事情 是這邊老人家真正需要 對 就業 事業 置業 那你到底是就業 還是事業 還是事業 比較沒有那麼的迷惑了 會有 因為 那麼長時間接下來 開始會有 回饋 回饋 會有反應的 所以 當下 其實回饋那個反應的時候 其實是 越來越多 就是那個 就是 那個時間 就是一樣 但是反饋會 越來越多的時候 就會覺得 好像真的 這件事情 是真的可以去做的 然後這件事情 真的對大家是 就是一件大家都好的事情 那時候 雖然我還是會回到 有時候還是會鑽個女友腳尖 但 大部分 還是就是 慢慢的 慢慢的會有一些希望 譬如說家人還是不同 不暫停這件事情 雖然我 是清水嗎 清水的話 然後 他們會覺得 你沒有前途 就你永遠在做這份工作 那有一些 有一些會覺得 很辛苦 做這件事情 是很辛苦的 因為你要 照顧小朋友 又要照顧老人家 然後又要 做一些很瑣碎的事情 他會覺得 過於的辛苦 然後為什麼 有 其他很好的工作 你為什麼不去做 你為什麼不一定要做這個東西 這樣子 但這個東西就會讓我 就是自己跟自己 我就會卡很久 對 其他更好的工作是自己 其他更好的工作 他們就說 去考公務員 或者是我讓你 繼續去讀大學 然後或者是我讓你去做其他的 反正他們就覺得 反正你只要不要做這個 一切都好這樣子 那包括我在這個村莊裡面 晃的時候 很多人都說 年輕人你要出去找工作 他會覺得我現在做的 不是一份工作 就是只是 可能一份人家的階級 讓我 可能或者是我 狀況真的是很糟糕 所以淪落到 照顧小朋友 然後到這個村莊榔荒 這樣子 淪落 對 淪落到這個地步 但其實 就是 不是他們想像的那樣 那但是我要去跟他們解釋 其實又 也不用 就是也不用到解釋這件事情 可是我要自己可以過得去 所以 就是 就是還在努力 有一些老人家已經走掉了 那其實 我會覺得 就是我會很慶幸 我自己有帶 這個小朋友去跟他做互動 但他還活著的時候 那我跟他的互動 跟那個老人家的互動 其實是很開心的時候 我就不會 我就覺得 這是一件很 很 很 很好的事情 我不會對 這個 逝去的老人家 有什麼特別的 覺得不好 我會覺得 他也是一種解脫 因為我之前也在機構 做過一段時間 發現其實 真正 如果你真的 握床那麼久的話 其實是很痛苦的 而且有時候你想要解脫 你也沒辦法解脫 因為別人不讓你解脫 有時候 連你自己都沒辦法為你自己做主的時候 其實是很痛苦的 所以當他們可能有一個意外 可能一個什麼的時候走掉的時候 我就覺得 其實還蠻不錯的 活到那麼大把年紀而已 其實是很不容易的一件事情 因為意外 每天意外那麼多 你可以活到八九十歲 然後還可以就是 這樣生活的時候 其實一定是很不錯的一件事情 所以 當他們有一天如果走掉的話 我會覺得 我也會很想念他們 但我不會 過分的 覺得 難過 傷心什麼 就是不太過 我也沒有到很厲害 因為我自己才畢業一年 對 你是什麼科師畢業 我是老人 就是 老人事業服務科 對 我是五專畢業的 在學校 在校的時候 我就盡量讓我可以 跟著老師一起去做一些活動 所以基本上 這邊的養護機構 我基本上都去過 對 然後也有帶過一些活動 然後也就是 只要我有空 我就會跟老師去社區 去做一些 可能體制能檢測啊 去帶一些 我就當助教 然後老師就會上一些課程 我就會被教材啊之類的 我就會盡量去多接觸這塊東西 所以我這樣子帶出去的話 我遇到一個狀況 就是我要救老人還是先救小孩 當真正遇到事情的時候 其實很考驗的 因為這個老人家他 他可能有點高血壓 然後會暈眩這樣子 然後有一次他要幫 弟弟拿餅乾的時候 他要拿糖果的時候 然後他又突然往旁邊一倒這樣子 我馬上繼續結束這樣 然後 其實 可能老人家跌倒 或者是我要怎麼處理 那件事情 其實是很考驗的 對 那當然 當然就是 你有答案出來了嗎 答案出來了嗎 當時 小朋友的外婆是說 救老人家 可是因為小朋友摔一下 還沒有什麼大事 可是老人家一摔 就是他的性命就再見了 對 但也不確定 我可能哪一個進我就先救誰 對 可能就真的是這樣 就跟跳到誰 兩個人跳到誰裡面 我到底要先救誰 我應該是 救最近的那個人 對 那這個老人家的話是 他很喜歡給這個小朋友吃東西 對 他表達愛的方式 對 他表達愛的方式 他一看到就會 他就會站起來 然後走到裡面 然後去拿他的餅乾糖果 然後拿出來給小朋友吃 這樣子 那當然我會篩選那些吃的東西 對 那基本上 他這個互動跟這個建立關係的話 這個小朋友就會讓他抱 這樣子 然後有時候會跟他玩 然後會說拜拜 這樣子 然後可能再大一點 這個小朋友會說話的時候 就 他可以帶給這邊的老人家的快樂 就會再增加 再 double 那等他他會叫阿爸阿媽的時候 就是把妹的時候 他們的那個幸福指數應該會再飆高 只是 有那麼小的小朋友可以跟他們互動 他們覺得自己被重視 重視就是被隔離 因為現在可能 就是大家會注意什麼衛生啊 那這時候其實人跟人的距離 就要隔開嘛 那這時候新的距離 理所當然有時候也會被隔開 就理所當然就是 當你沒有接觸的時候 自然就會 就會 對 因為我是在流動的 老人家是不動的 那如果這個流動的 如果我得了什麼 或者我小朋友得了什麼 那這邊的老人家 全部都倒楊 是一件很可怕的事情 所以前段時間 我就有減少這件事情 對 所以當然我的建立關係 這件事情就被隔離 就我們要繼續建立關係 因為 那你有戴口罩嗎 戴口罩嗎 你是流動的 你有戴口罩嗎 他們會覺得我生病 如果戴口罩的話 他會覺得我怎麼樣 所以通常我還是不戴口罩 但我會保持 社交距離 對 社交距離 就一定的距離 這樣子 那這個就是段腿的阿伯 他就會自己 因為他聽不到 所以他就自己 待在一個角落裡 但他就是有 有一個陪伴的一個地方 這樣子 然後 像這個就是 這個是已經過世的阿伯 那他是實質的 那 他們家人一開始是 只有女兒 他女兒會 就是騎機車在他旁邊 那後面到尾 到後期的時候 他們直接請一個外擾 那那個外擾的工作是什麼 騎腳踏車 每天真的追著他跑這樣子 那 這個的獅子 他的範圍在哪裡 他範圍在美濃郎 整個區域 他的家人不會特別關在家裡面 他就讓他四處海這樣子 對 但這一定有危險性阿 就是 大家可能過馬路的時候 或者是 騎的時候其實是危險性 但其實這邊的 這邊的人都會注意 就是很多遊客 外面 對 但大家都會注意 因為這邊的老人真的是 特別多 然後今天的交通其實 比想像多的其實還要再亂 對 對 因為常常 會有把眉就這樣 直接衝過去這樣子 發現他是 失智的時候 是因為 他 會幫他家裡面買菜 那通常我們會買 對 那因為他會特別去他家 然後又再開過來 所以我們就覺得 是一件 可以讓他多動的事情 我們就 就 因為我們也需要這個菜 所以我們就會賣這樣子 會發現他失智的話 是有一次他就來賣菜 然後我就給他五十塊 然後結果 結果 結果 他 開出去 然後又再開回來 說我沒有給他錢 好 那這時候就知道他失智 對 那那時候我們第一個反應就是 再去拿錢給他 這樣子 那我們那時候就有問他的 後面 我們就 事後我們就有問他的家人說 他是有失智的狀況 因為我們要確認 他家人知道這件事情 這樣子 才不會 所以 在 失智的一些情緒上面 或一些狀況 那邊 他的家人才不會 怪這個老人家說 你怎麼可以這樣 這樣子 對 所以就是 我們會做一個確認的動作 那如果確認完 然後他家人知道這件事情 你就會 就會 就會 就沒事 這樣子 但是我們看到這個老人家 他發生一些狀況 我們會幫他圓場 這樣子 也不會特別的 會做什麼事情 我在拍攝 一開始是我拿鋤頭 然後後面被嫌太慢 所以 鋤頭就 就把門就拿去 然後這是七十幾隻 然後這八十幾隻 那這個是 腰都不是很好的 那這個 老人家是有 黃斑部病變 然後 他眼睛開過了很多次到 那他們自從種了不阿之後 他們就來尋天 然後施肥啊 澆水啊 然後他們就開始關心這個 這個地方 就這個 他們只要種了某個東西 他們就來關心 那 只要有結了 我們就會給 家裡沒有種田的老人家 就是有結過 就會 拿過去 這樣子 他們會一邊聊天 一邊摘菜 那聊完天摘完菜 他們就回家 然後把他煮來吃 這樣子 對 那他們的 一邊聊天 他們的手也不會閒正 這個就是老師 然後 我會來這邊也是因為他 因為我知道跟著他 我的路不會偏 然後 在很多事情上面 其實 是老師提醒我 要知道 某一些東西 是可以問的 某一些事情 是可以做的 就有一些東西 你做了 你跟他的信任感 就是永遠都會回去 嗯 就你當你做這件事情 你跟他的信任 就是整個就會被咬了 所以就要抓緊 某幾個原則 什麼是碰不得 就說 譬如說我說一句話 本來不可以這樣子啊 應該要怎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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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句話其實是很嚴重的 他已經生活了八九十歲 我一個二十歲的 去跟他說這句話 是已經很打擊很 事情很大條 尊嚴 對 除了尊嚴以外 還是 這就是他 生活到 現在的本事 然後我一個二十幾歲的去說 你這個 否定掉 他做的這件事情 是 不對的 是不正確的 哇那 嚴重 他就會覺得 你 很 很 沒有禮貌 好那接下來是 你很不信任他做某一些事情 那他覺得 那你幹嘛要來跟我跟我互動 或者跟我跟我講話 他覺得你很 就是你侵入到他的世界 你侵入到他要幹嘛 該幹嘛做什麼 那那其實是 對 信任 對建立關係是一件很嚴重的打擊 老師 老師對這一塊土地是 他土生土長嘛 那他對這塊土地的 老玩家的特性是比較熟悉的 所以我必須藉助老師才可以 就是我才可以知道什麼事情 可以做什麼事情不能做 但後面我會慢慢的去發現 有一些事情 再更多的事情我可以做 我可以做 但有一些原則上面的事情是 老師去提醒我這件事情 對 這是很重要的引領者 哈哈哈哈 那這個的話就是師長 老師跟師長 老師的退休金跟師長的薪水 每個月都燒光光 對 燒在我們身上 跟燒在就是這邊的花粉 這樣子 對 就是 其實 很 不容易 就可以接受每個月自己的錢 左邊進右邊出 然後 給就是 可能有希望的年輕人 這樣子 可能有希望 我知道 醫療正確的知識應該要怎麼做 但我沒有做這件事情 這個婆婆 她的血壓 基本上都 一百七十幾 一百 六十幾 一百五十幾 最低一百五十幾 這樣基本上是一百七十幾 一百六十幾 其實是很高的 但她還四處 騎腳踏車 她現在已經不能騎了 但她去年 她還騎腳踏車到處 到處 到處走 這樣子 對 那她也有失智 她這個婆婆也有失智 因為她會一直問 同樣的是 請你 剛剛講過的話 她等一下又拉著你的手 再這樣子 那這就很明顯的 她就是 有失智的現象 那或者是她有一些 記憶上面 她已經 沒辦法了 她會一直重複repeat 她會重複做 一件事情 那 她高血壓的話 其實我們人體是感受得到 我現在到底是頭暈 還是身體不舒服 因為她自己也不希望 就是 一下子又要去醫院 一下子要去幹嘛 這邊老人家就是 基本上 她都自己去藥局買藥 或者是 休息一下 或者是 真的不行的話 她會就是 會聯絡 對 但基本上 聯絡家人 對 跟家人講 但家人要費好大一大夫婦 他們才會去醫院 對 這樣 那像有一個 九十幾歲的 這個 那這個伯伯是 去年她跌倒一次 那她的家人 為了要幫她請外勞 跑了大概兩三次醫院 要把她基本上補去了 就她從來都沒有再去什麼醫院 從來都沒有 對 那她也是 就她有了外勞時候 她其實能力的方面 可以明顯的她有在足部的下降 因為平常她肯定要自己煮飯 自己摘菜 自己洗澡 自己做一些事情 可是有一個外勞之後 你就很明顯看到她有一些的生活的機能 她覺得是 很自動的就會慢慢的萎縮掉 這樣子 就有一句話就很清楚 她已經用她自己的方式 用這套方式活了八九十歲 我為什麼還要讓她硬要接受我的方式 告訴她這是一個正確的 這是一個好的 那這個 如果我是她應該也會混淆 到底是 現在到底什麼狀況 就是 到底是你的方法正確 還是我的方法正確 但是這一樣 如果跟生活沒有太大的關係的話 她照樣可以生活的話 其實是 其實是不用到這種地步 這樣 我覺得 以這個角度 這個準則去判斷我要不要去介入她的生活 但基本上 現在我還沒有 我還沒有需要 必需要介入某一個老人家的生活 對 我通常都是去 去跟她們互動 去多增加一個 在她們的生命中 多增加一個角色 多增加一個 可以去互動的人 這樣子 就 但生活上面 我不會去 不會去 做什麼 這樣 那這個是 因為 婆婆跌倒了 那 家裡面幫她買一個代鋪車 那爺爺 因為 婆婆還不熟悉嘛 所以爺爺就會 騎著摩托車 跟在她後面 他們玩這其實是很專心的 你看每個人都在低頭 在那邊玩 那 就是有一兩個 會做這樣的事情 但有一些人就是 不會 對 其實他們有不同的去想 他有興趣的 他就會去做 對 我不會刻意他們要 必須要幹嘛 這樣 有一些人也會這樣 這時候是 後面的樹很多鳥在叫 那 大家就是 Focus就是在這個鳥 這個身上 他們就會聽那個聲音 這樣子 然後就乘涼 然後聊天 然後 那這個老人家是很意外的 就是他一直從外面路過 但他都從外面沒有進來 那他第一次進來之後 他就玩了這個 這個遊戲 然後就覺得 他的成就感就很大 這樣 那 每一個老人家完成的話 我通常會幫你們拍個照 增加他們的 痾 增加他們的 像勳章一樣 對對對 榮譽指數 然後增加一點榮譽指數 這樣子 那他其實只剩下一隻手 你看他只有一隻手 可以 可以去動 他這隻手他已經有點 他應該是有點中風 對 那他的外勞 就跟這一邊 另外一個婆婆的外勞聊天 這樣子 對 那大家都很開心 那這邊老人家就會招呼說 喔 要怎麼用這樣子 這樣子 然後這個婆婆就會 就是 這是他的外勞 那這是 這個婆婆 這也是這個外勞 那這一對呢 他就會教他怎麼用 這邊的東西 這畫面 蘿蔔 很經典 七十幾 八十幾 九十幾 那 他們就是 蘿蔔收成的時候 最便宜的時候 他們就會買 然後來處理 這樣子 然後 然後 醃蘿蔔嗎 對 醃蘿蔔 就是 蘿蔔乾 這樣子 這樣子 那他們就會 處理 然後給自己家人 或者是 就是他們會 來幫忙 他們都會互相送 這樣子 九十幾歲的老人家 他就有經驗 他就跟 喔 這時候要 多少的蘿蔔 要放多少的鹽巴 要怎麼去 順序要怎麼走 那這些老人家 就會來幫忙 這樣子 那 這個是我幫忙的畫面 我在這裡 然後結果我還切到手 真的很菜 對不對 所以就是 他們就兜兜兜兜兜 然後就 一堆就好了 然後我在那邊兜兜兜兜 然後我還自己以為我要去幫忙 結果沒有還幫到忙 對 有啦 有放一點小忙 但是後面就是 其實 大部分還是他們在做 我發現我的功用不大 對 就是我也試過就是 很多類似的我也試過幾次 之後我就放棄了 因為我知道 這件事情就是 不需要我的存在 就我不需要做這件事情 我們希望是傳承啊 不希望是幫活動的辦的存在 像剛剛那就是自然形成的 對就是自然形成的 我只是意外的就是 因為他那天沒去 然後我就去他們家看 然後就發現他在用我 然後我就去幫忙 幫到忙 這樣 所以就 就可能會有 但是 什麼形式的話會 我們會 我們的團隊會一直在討論 因為我們不希望是 為了辦而辦 為了 要花這筆錢 而去做某件事情 我們希望是這個地方 真正需要 不管我們有沒有 拿到外面的錢 我們自己能做多少 那我們就做一個商量 但我們還希望外面有錢 對 這樣才可以更長久 那這個的話是下棋 我就會跟爺爺奶奶下棋 他從來沒有看到他爸媽可以 這樣子坐在一個地方 然後一起 一起 那麼和睦的做這件事情 就是可以下棋這件事情 就從來他們都沒有看過 就他們的印象中都是 都是吵架 要不然就是 處理有沒有一些事情 一開始我跟爺爺 一開始我跟奶奶 後面我讓他們兩個一起笑 對 但我不是一開始就讓他們兩個一起笑 這就是 他們會拒絕的事情 那他們反應會很大 所以我就 我也沒有想過他們兩個可以一起笑 我就先 反正我可以做 就是 這個老人家我看 可以讓他多動一點 然後我看可以做什麼 就我沒有想過 他們會有這樣的畫面 但就是 就自然就形成了 然後這個過程多久 這個過程多久 從你單獨跟一個 是一次可以完成的嗎 No 好幾次的時間才完成 大概一個月吧 但我也沒有想 他們會有這個畫面出現 就是慢慢的去 去 就我看 我現在 現在的我 這個狀況 我們可以做什麼 就去做什麼 所以我也不會想 有這個畫面出現 但這個畫面出現 也過了一個月吧 就是可能 每個禮拜 一兩次 這樣下棋 然後下到很無聊 都是我嘛 都跟我下 很無聊 那我就 哎呦媽那個 我說我下的太多了 我有點累 然後我就讓 那個藉口 說一個藉口 讓婆婆跟爺爺一起想 這樣子 對 那我沒有想到這個畫面 對 他們的子女有 這樣的感覺 就是 老師跟師長 說服我很久 快兩個月吧 就 說服我帶之後 還要輔導我的心理 就是帶了之後 我要怎麼去 跟這個小朋友 因為我有時候 也不知道怎麼處理 跟小朋友互動啊 玩什麼的 還要處理我這塊心理問題 然後還要處理我 有看到 這個小朋友 對這邊的老人家 是有所幫助的 對 這其實 當一個互助者 跟培養一個 培養一個互助者 其實是 很不容易的一件事情 是 對 就很感謝 我有這個機會 可以遇到這個 這個大家庭 可以這樣去做 那這個大家庭 每一個大家都很 就是 在這個社區 就是 就是 能做什麼 大家都 就盡量配合 盡量做 就是